I'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, nor to defend His cause,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, the glory of His cross. 摩西绿华对离婚和再婚有什么规定? 你要今天中文版的《走过圣经》将学习生命纪的第24章1到4节并回答这个问题。 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, 人若娶妻以后,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,不喜悦他,就可以写修书交在他手中,打发他离开夫家。 妇人离开夫家以后,可以去嫁别人,后夫恨恶他写修书交在他手中,打发他离开夫家,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,打发他去了前夫不可再妇人。 玷污之后再取他为妻,因为这是耶和华所证悟的,不可使耶和华离神所视为业的之地被玷污了。 那么在本章和下一章当中,我们将学习摩西对华规定的某一些权利和义务,以及是如何施行的。 在本章的这四节经文当中,我们看到了关于离婚的指示,那么我们首先要仔细地阅读,理解这一段的经文,因为其中有很多的条件的存据。 为什么这很重要呢? 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三节和第七节中,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利用这段话去教导说,摩西在他的内华中允许修妻。 甚至有人说男人可以以任何的理由去修妻。 摩西并不是在为离婚而设立诫命。 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第二章二十四节就已经确定说,婚姻是终身的。 相反的,摩西正在做的是处理个问题,也就是如果一个离婚的女人嫁给了另外一个人, 而他的第二任丈夫去世,或者又与他离婚会发生什么? 他能够回到他的第一任丈夫身边吗? 但一对男女结婚开始,他们就已经成为一体的。 也许有一天丈夫会发现他的妻子有什么不合理的事,就不再喜欢他的。 那么不合理有的时候翻译成是不解这个词。 那么对于耶稣时代的一些犹太人来说, 这意味着丈夫想要的任何理由,比如说不再漂亮,或者说患逐不好,又或者其他一些事情。 这样的解释显然违背了《创世纪》第二章当中上帝关于婚姻的绿华的精神。 因为所有的女人都会在婚姻的某一个时刻,可能做了一些丈夫不太喜欢的事情。 所以说如果离婚可能是出于任何的原因,那么离婚就会更加的普遍。 但是耶稣在《马太福音》第19章第8节中说,从一开始上帝的计划中的婚姻,就没有离婚的。 上帝宽容了她,是因为人的心刚硬,也是因为罪的。 人无论如何,他们都想要这样子做,所以上帝又要去规范她。 那么首先我们应该记住,丈夫可以在妻子的身上发现一些不合理的事,选择与她保持婚姻关系的。 因此这并不是一个离婚的命令。 但是如果她想要离婚,就必须要给妻子写一份修书,然后把她给送走。 也因此离婚不仅仅是精神上的问题,更是逆华上的问题。 这些修书会包含事件发生的日期离婚的原因,并且还会有其他见证等等。 这样一来,如果女人再嫁的话,心脏会就会知道,她不是抢了别人的妻子,因为她是已经后悔离婚的。 那么接下来我们必须意识到,离婚的女人也可以不必再结婚的。 不过在那个时代,女房可能会过上的生活比较困难,因此想再嫁也是常有的事。 那么摩西绿华允许她这样子做吗? 是的,这是被允许的。 但是,同样的,这也是上帝的一个烂布。 如果这个女人再嫁了,她的第二任丈夫也可能会再一次地与她离婚, 又或者说她的第二任丈夫可能早于她去世了。 那么这个女人又能做什么呢? 她被禁止再一次嫁给她的第一任丈夫,因为她在第二次的婚姻当中被玷污了。 这是无法通过一些遗失来捷径的。 不是说她不能再嫁,而是说她不能再嫁给她的第一任丈夫。 上帝宣布再婚的女人是污秽的这个事实,表明她对离婚和再婚的不满, 以及在以色列应该如何避免的这种情况。 禁止与第一任丈夫再婚的禁令,也确实对妇女起到了保护作用, 因为在当时的异教徒当中有一种被称为是放弃的习俗。 这一种的做法就像听起来是一样的,是上帝所憎悟的, 因为它降低了婚姻的重要性和援救性。 因此,总而言之,生命纪第24章1到4节并不是摩西绿华之下的离婚的命令, 而是上帝的一种烂布,以规范由于人心刚硬而已经发生的行为。 那么在今天,我们是不在摩西的绿华之下,我们是在基督之下。 离婚和再婚在今天和当时一样受到上帝的厌恶。 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9章第9节给了我们关于离婚唯一的一个指示。 他说道,我告诉你们,凡修妻宁娶的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,就是犯坚盈的。 有人取纳被修的妇人,也是犯坚盈的。 耶稣的律华就取消了离婚者再婚的许可。 离婚后上帝唯一允许再婚的人是因为配偶犯的通奸, 而离开他们配偶的人。 如果一个人因为任何其他原因放弃了他们的配偶,然后再结婚, 他们也就犯了通奸罪。 因此,只要有可能,就应该要避免离婚。 同时我们要给予更多的原谅。 但无论如何,那我们始终要遵守上帝关于离婚和再婚的律华, 以便我们在他的眼中门约了。 好,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先到这里了。 我们将在明天回来继续接下来的学习。 希望大家到时加入我们,再见。